在五十九個公佈見眾中 今年 客家相關的作品 也有意義的表現動作 其中如報道客家公佈電台 主作的新Q人南 讓年明公佈電台的 年夏好自媒節目 除分別在任何韓國實作 帶出後備的歷史人文故事 而當中 當中無形容出現的文化 中間無形容出現的文化 本身是Key 很幸運大家會來到 《天空美南 選舉越南》 大家好 我是金林 大家好 我是金林 歡迎您再次收聽 《天空美南 選舉越南》 用一南話 音樂成績了解重 節目主持人是 《天空美南 選舉越南》 而大家感應是 目標用使記的《天空美南 選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说越南音乐的发展有分不同的颜色 红色 黄色跟绿色 它到底是怎么样区分的 战争 鼓励大家提高精神 那这个就是红色 黄色是比较浪漫 然后绿色就看起来很年轻 很活力 用年轻人的团学发 教学共出公布建模 年轻人的团学 用对方的团学来小家 用在主持人 去到全台湾国家年轻人 学习韩国共对方的年人 接触动体的年轻人团行人 韩国本民中 用料理来讲故事 赤葱对我们原住民来讲 它是对我们料理上面的调味 就是在煮汤的时候 能够增加它的气味 可是在客家 在以前客家这个赤葱 是拿来做校长 会觉得说 哇原来这个赤葱 在不同的族群 都有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意义 一个文化的意涵 以因此它的音乐创作 我们称它为正乐 无论是主持人 南神球的演目节目 我从来没想过 原来冰冷在 萨基萨里面 它是一个 祭祀的必备品 也在用十七 内小家文化 两个节目 两个客家做成人 就算今天公布天台 又有经验 孤大房节目 要重新探索 看出群自家的联结 没人为人得到 各种提法 在我们家庭节目 在本来两三个普通 做的大本太家 对某种群出群自家 富翔的尊重保佑离约 甚至天天 做的应该都比较选招 我们都董去 作为访问 作为节目 我们就说 原来客家同年出名 很困难 先发的计划 也要说 你送的 适合的 适合的 其实差不多 以前的盘村 在看整个 做节目的高唱当中 从新年之内 几次的国家团出群 我以前其实 不喜欢听那些老歌的 因为我是年轻人 我喜欢听一些 pop ballet 那我做节目 我一定要听 我才知道他讲什么 我听了我就知道更多的感受 我们都以为说这个树 都是只有在我们花莲那里才有 想不到屏东那里也有 而且他们主持的方式也跟我们差不多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 在这样子一个田调走访 发现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共同点 我们怎么样 透过这个节目的合作 达到台湾社会能够共同来认识 原住民族以及客家族群 结合文化 也结合教育性质 也甚至结合了实境 甚至还有主义教学 田调出群主流法界相关议题 近来近书都台阁的充施 公布家美国会是三万发商 用神奇的方式 为某公园出群 内对方 没增加上富质概念因素 团理解 达到新闻蔡伊菲 前青山 特别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